中共新大使 謝峰抵達美國 中美關係人關注 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 突然宣布退出中國市場 北京加入CPTPP夢碎 南華早報爆內情 包圍網正式承認 中共隨死掙扎 中國廠商擔心 低階晶片 受波及 取消器官捐贈 引出中國大陸不尋常數字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4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緊隨美國總統拜登 在日本主持七國集團峰會後 中共當局派駐的 新任駐美大使謝峰 5月23日抵達華盛頓特區 謝峰上任正值中美關係持續惡化之際 他承認兩國關係面臨嚴峻挑戰 請看報道 美國媒體政治Politico 援引兩位熟悉謝峰日程安排的人士說 率先報道了 專門研究美中關係的資深外交官 謝峰將接替1月離開華盛頓 成為中共新任外交部長的前大使秦剛 赴美消息 Politico指出 和秦剛不同 謝峰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直接關係 而秦剛的晉升似乎是為了令自己上升到更高的領導角色而做的過渡 美聯社表示 謝峰以之前在網上對美國更具攻擊和腐蝕性的語言而聞名 這表明中共領導層更喜歡在華盛頓採取不同的外交方式 謝峰上任著美大使的大背景是 中美關係、因貿易、台灣問題和中共間諜氣球等一系列事件 經歷了自由樂體式下滑 處於50年來最惡劣的狀態 謝峰升旗二承認兩國關係面臨嚴重的困難和挑戰 59歲的謝峰在理申職前擔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 負責監督對美政策 2021年作為中共外交部副部長 在面對面會談中 謝峰向美國副國務卿雪曼·Vandy Sherman發出咆哮 他揚言拜登政府的做法壓制了中共的發展 更令人震驚的是在天津會談後 他整出了一份暴露中共恐懼焦點的所謂 中共關注的重要個案清單和美國必須停止的錯誤清單 目前圍繞台灣有關的緊張局勢和2月份的中共間諜氣球事件進一步令美中關係跌至50年來最低點 至2022年11月在印尼巴里島拜登和習近平會面以來 美中高層外交接觸一直停滯不前 習近平在3月的一次講話中指責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們進行全方位圍堵打壓 但他承認這樣為我們國家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而在這一系列事件後 謝鋒卻迅速抵達華盛頓 《華爾街日報》指出 這個有可能釋出一個信號 表明儘管近期出現了一連串外交磨擦 中共政府仍願意改善溝通 但雙方關係未來如何 仍待觀察 有一家知名外企退出中國 美國跨國電商巨頭亞馬遜23日突然宣布退出中國市場 將在7月17日停止中國官方網站的運營 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 國際電子商務巨頭亞馬遜 23日突然向它的用戶發送郵件通知 說亞馬遜不再提供應用商店服務 如有問題請聯繫亞馬遜客戶服務 並再次感謝客戶 Amazon App Store 是亞馬遜公司推出的應用商店 自2011年啟用以來 可在約200個國家使用 在中國 這個應用商店 雖在中國官網下載 而在7月17日開始 亞馬遜 中國官網和應用商店 將同步停運 台灣自由時報 引述亞馬遜發言人言論表示 在亞馬遜中國官網停運前 公司會與買家密切合作 確保順利過渡 而有意繼續透過亞馬遜平台 進行銷售的賣家 可以到該公司全球銷售網站 繼續賣商品 亞馬遜自2004年進入中國 並收購了當地主要的線上圖書、音樂、 影片銷售商Joyo.com 亞馬遜在中國擁有超過1萬名員工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都設有辦公室、電商以及物流 是它的主要服務 早在去年 亞馬遜就宣布收縮在中國的業務 說將會在今年6月停止Kindle電子書店 在中國的營運 但當時亞馬遜特別強調 我們在中國打造了大規模的業務基礎 未來繼續創新和投資 而亞馬遜對中國客戶的長期承諾 不會改變 並表示未來除了會維持提供電商、物流、 雲端服務和廣告服務之外 還會增加在地化的海外購物線上商店 但時隔不久 亞馬遜卻做出了結束中國業務的決定 亞馬遜的退出 象徵著西方科技大廠 在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的再次撤退 早在亞馬遜之前 已經有多家網絡高科技企業退出中國 包括2021年11月退出中國的Yahoo 2022年5月退出中國的Airbnb 2022年10月關閉中國使用平台的LinkedIn等 馬雲旗下南華早報最近披露的消息顯示 北京想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的願望 恐怕落空 請看報導 南華早報報導 北京在本月初澳洲貿易部長 法爾瑞 Don Ferrell訪華期間 希望他公開表達 坎培拉支持中共加入CPTPP 同時拒絕台灣入會 不過一名消息來源說 當北京還對澳洲大麥、紅酒等產品實施制裁時 澳洲政府不可能公開支持北京入會 另一名消息人士說 澳洲不反對中國入會 但必須在中國達到CPTPP貿易標準的基礎上才會支持 CPTPP前身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一美國前總統川普主政期間 美國退出後才改名 目前共有12個會員國 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紐西蘭、澳洲、文來、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日本和英國 加入CPTPP需要全體會員國全部同意才可以 北京在2021年9月16日提出申請加入 台灣在同年9月22日申請加入 韓禮時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歐爾森 Steven Olsen 說 現在有成員承認 中國在該區域的經濟核心地位 但很多亦對中共越來越加劇的獨斷性感到疑慮 他進一步說 在貿易方面 現在有CPTPP成員質疑中方遵守世界貿易組織 WTO義務的程度 他們對於中方是否完全履行CPTPP貿易架構中的高標準義務感到存疑 當年來 有關中方是否信守了入世貿的承諾 一直是國際社會和北京爭執的一個焦點 202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20週年之時 北京聲稱它20年來嚴格遵守規則 完全履行入世的承諾 但美、澳及其他國家則對中方提出很多強烈的批評 美國之音讚文指出 中國入世承諾說 中共政府將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有或國有投資企業的商業決策 但在另一方面 北京的一系列政策發規確保了黨對企業的絕對領導 而中共國務院國資委和財政部 在2020年12月31日 關於印發國有企業公司章程制定管理辦法的通知說 國有企業公司章程的制定管理應當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黨組織要討論和決定企業重大事項 報道引述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副總裁 埃澤爾說 這個說明北京從基本上拒絕了世貿組織的市場導向 這個將中共對公司管治的影響編入發展 令中國遠離以市場為基礎做出的商業決策 報道還列舉了中國入世承諾的另一個問題 雖名為開放但又嚴格限制令實際上難以施行 如北京允許外資律師事務所在華設立一個代表處 但外國代表處不得從事中國法律事務或聘請中國註冊律師 批評人士說鑑於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 北京一些違反世貿規定的做法變得越來越忍悔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京提出加入CPTPP不久表示 他對中方能否滿足CPTPP的要求持懷疑態度 在討論到優待國有企業和侵害知識產權的議題時 岸田文雄說日本必須觀察中國能否滿足TPP的高標準 我感到或者相當不透明 但岸田文雄對於台灣申請加入CPTPP表示了歡迎 日本亦有多位政要和議員表示 他們支持台灣加入CPTPP 在中共堅決反對下 日本經濟產業省仍然在5月23日宣布 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將23類半導體製造設備列入管制清單 並決定在7月23日正式實施 由美國、日本、荷蘭聯合組成的包圍網正式承認 除了中共堅決反對之外 中國廠商也擔憂低階晶片將遭度播及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 在美國、荷蘭先後對中國實施出口管制 禁止先進晶片及設備出口到中國後 日本亦在G7峰會崗閉幕後 隨即宣布對中國的出口管制 這次日本管制的23種貨品 包括了極紫外光EUV相關產品的製造設備 以及3D記憶體的蝕刻Itching設備 這兩種都是生產先進晶片不可或缺的關鍵設備 根據新的管制措施 以東京威力科創尼康Nikon為首 若有10家公司以後想出口半導體設備 必須先獲得許可證才行 荷蘭政府準備在下季前實施新的管制 禁止部分晶片設備出口到中國 其中最關鍵的設備 是荷蘭晶片設備龍頭 艾斯摩爾阿斯瑪羅 先進浸入式深紫外光微影 美國方面不但在去年已經公告半導體管制項目 還進一步禁止任何美國人 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 前往中國協助開發或生產高階晶片 若違法就將被取消美國公民身份 在日本公布出口管制措施後 中共對此則表示堅決反對 中國廠商則普遍感到憂慮 因為日本禁令、涵蓋範圍過廣、恐央及低階晶片 一名中國晶片廠高層透露 對他們來說 這次日本的出口禁令 將會比美國在2022年實施的制裁更令人困擾 繼醫衛局日前披露 過去五個月近6,000個取消器官捐贈申請中 一半屬從未登記 卻申請退出或重複取消的無效申請 特首李家超5月23日嚴遲批評說 近期取消器官捐贈不尋常 要求警方調查當中有沒有涉及違法行徑 又嚴厲譴責取消者破壞系統是恥辱 不過傳媒披露 有衛生署前線職員承認 市民不肯定有沒有登記過器官捐贈 仍然可以提交取消登記 另外時評人士則指出 大陸致願捐贈數字才是真正的不尋常 請看報導 醫衛局22日發稿 提到去年12月至今年4月 共收到5,785個取消器官捐贈申請 當中超過一半是從未登記 卻申請退出或重複取消的無效申請 新聞稿說取消登記的數字不尋常 不排除少數人的意圖 是擾亂中央明察的代表性和增加政府人員的行政負擔 認為有關行徑不負責任並予以譴責 特首李家超23日也嚴遲批評 指近期取消器官捐贈情況屬非常可疑的破壞行徑 形容破壞器官捐贈系統者是恥辱 要求警方調查當中有否涉及違法行徑 光傳媒查閱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明冊官網 發現一般市民要核實自己有否簽署器官捐贈的程序相當繁複 所以經網上填補當局確認收費後 才會在40日內收到官方書面回覆 而官網同時提供取消登記的選項 輸入中英文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香港通訊地址等資料後即可完成 光傳媒又以市民身份向衛生署前線職員查詢 若不肯定有否登記過器官捐贈是否可以直接提交取消登記 職員則回應說你不肯定就自己取消了先 不少網民也反駁李家超的相關言論 有網民說早年是用器官捐贈卡後來才用電腦登記 若有市民填過捐贈卡然後改變主意 以為需要上網取消都不足為期 也有網民指有市民被登記成為選民都時有發生了 現在市民心驚被登記器官捐贈有什麼那麼出奇 不清楚才想確認一下這樣也犯法?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